快为金钟50按赞 天天送5000 还有机会玩彩金摇摇的抽6万大奖 长发女子玄在捷运离风时段 就在月台车厢拍下一丝不挂全裸照上传论坛 晚站管理员和4名会员 遭警方一散布猥胁物含送法办 但是零体检署检察官认定 照片仅供收费会员浏览并非公开 没有露出生殖器 也没有不雅动作引发遐想或恶心 不构成散布猥胁物 处分不起诉 所以说大家都觉得这样没有关系 那大家都拍 不起诉有点离谱 因为总要一点惩罚吧 有这么多的学生或者小孩子 也会搭这个捷运的东西的交通工具 这样子不太好吧 捷运裸拍不起诉引起骂声连连 就怕模仿效应更让家长担心 影响教育风气 这样一放水将来我们很难收回来 覆水难收 所以我觉得他们在把关上面 真的要再谨慎一点 像是当街裸露拍微电影 警方逮到的嫌犯就是拍摄者本人 构成猥褻罪判拘役30天 但裸拍论坛抓到的是网站管理者 而非当事人 再加上大法官试字617号 一般猥褻品有限定阅览群众 可能不违法因此不起诉 网站有分级或是说你在进入网站的时候 可能要去点选自己的身份资格 而因此可以杜绝掉绝大部分一般人 任意的进入网站去看到这一些的猥褻物品 尽管论坛彩会员制不是每个人都看得到照片 但毕竟网络世界就算是未成年小朋友 也可能冒充年龄加入会员浏览网页 就怕这样的处分结果导致后续群其仿效 记者阿公雅麦机关红绍子杨 温思涵台北报道